亚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的中药材 根据中国的中药材市场数据分析 在2017年的市场销售额为146亿美元 而2018年更达到约179亿美元 预计于2024年将超过287亿美元 年居负荷增长率将近10% 在这些药材中 铁皮石壶和冬虫夏草名贵而广受欢迎 因此市场上出现许多假货 这些假货不仅没有药用价值 还有可能存在令病情恶化的风险 有见及此 香港金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韩全兵博士及其团队 成功研发出鉴定中药材的新技术 这个方法很简单 操作方便 成本低廉 能有效鉴定名贵中药 比如冬虫夏草和铁皮石壶 这个鉴定技术可以同时实现定性定量分析 特别适合中药业界的大规模商业应用 目前已经推出快捷准确的第三方检测 仅限于会员的包年服务 同时提供QR Code的检定标签 消费者可以在线查看相应的检定结果 本专利已经获得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专利授权 感谢创新科技署的资助 我们的科创公司香港铁皮石壶检定中心 得以向香港本地商家和中国内地的种植基地提供商业鉴定服务 2018年,韩博士机器团队在第一届香港亚洲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金牌 而晋惠大学更是香港唯一一所获得金牌的本地学府 另外,韩博士的专利发明于2020年 已于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韩博士的专利在38个粤港澳得奖项目中脱颖而出 成为三个来自香港的得奖者之一 该比赛旨在促进内地和港澳科技创新和创业方面的交流合作 今年吸引超过600名来自不同公司和企业代表参与 我们相信这项技术非常实用 通过提供准确的鉴定服务 可以帮助市民提升对名贵中药及其相关健康产品的消费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